从小的时候自己是拿正手发球 当我进入到国家队的时候 我发现所有的世界冠军 所有的师哥师姐 他们全部用反派发球 当时觉得高手应该都是用反派发球 这是我学习反派发球的第一个原因 反派发球其实非常的简单 把拍面先往后 用你的大拇指顶到手柄的这一方 因为这样可能会帮助你更好的发力 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拍的力量 反派发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除了发短球以外 还有很好的机会托发后场 这样会让对手不太敢 把他的位置靠前 从计算数角度来讲 反派发球的优势更大一些